连续三年,他就在德国纳粹军官鼻子底下活动,偷军事机密,运作盟军情报网,协助越狱的战友逃离已经沦陷的法国。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法国,令纳粹闻风放胆的盟军女间谍,同盟国一方的女英雄,弗吉尼亚霍尔·沃尔只有右腿,左腿是重达三公斤的木头甲只,他的对手是当时最令人恐惧的德国纳粹别抱怨。 即使是跟他交往最密切的盟友,霍尔也始终是个迷一样的人物,外表和举止永远在变,行踪疏忽。 这位瘸腿女士在战争年代,经历了无数的艰险,出生入死,战后诱惑殊荣。 但在1980年代他去世之前,他的经历一直显为人知。 他低传记最近在美国出版,书中完整,详尽地记述了他的传奇人生。 根据这本传记改变的好莱坞影片,也已经开拍。 梦想破灭。 1906年,美国马里兰州,嘉靖殷时的霍尔夫妇添了千金。 曲宁弗吉尼亚,姑娘从小立志要当外交官。 除了英语,他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 20岁时,霍尔仁赴欧洲求学。 同时在波兰华沙、意大利威尼斯和土耳其的伊兹密尔的美国使命馆当文艺。 但离外交官的理想还有很大距离。 因为她是女性,所以申请外交官工作屡事屡办。 每次都遭回绝。 因为美国还从来没有过女大使。 传记作者索尼亚普纳尔·苏尼尔·普纳,说。 她未写霍尔的传记。 花了三年时间收集、整理资料。 最终成书。 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到了27岁。 霍尔的外交官梦彻底破灭。 那年她在一次打猎活动中左腿中弹。 是事故。 伤口快驱。 差点送命。 不得不从膝盖下截肢。 普纳尔接受BBC采访时说。 她很优秀。 富有冒险精神。 像个假小子。 热衷于户外运动。 爱骑马打猎。 截之后。 霍尔立刻坠入无足轻重的女人行列。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她成了一位极其重要的女性。 没了半条腿。 霍尔却并不安于待在家里平静度日。 那次改变人生的事故刺激了她。 使她更坚定了此生要成就大事的意念。 普纳尔说。 她本来就喜欢冒险。 而纳斯事故给了她钢铁般的意志。 一定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 她要证明自己死里逃生是有原因的。 1940年代。 美国还没有介入二战。 但霍尔已经在法国前线的枪林弹雨中顶着轰战和机枪扫射。 驾驶救护车运送法军商员。 1940年。 法国沦陷。 纳粹进驻法国。 霍尔被迫离开。 他去了西班牙。 正是在那里。 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普纳尔说。 他被一个在西班牙火车站小装打工的英国间谍看上了。 他把自己做过的事告诉了他。 还表示想做更多事。 他把一个电话号码偷偷塞到他手里。 对他说。 你到伦敦后给我这个朋友打电话。 他可能会给你找些事做。 就因为这么一个极偶然的机会。 霍尔开始了人生新篇章。 霍尔设法到了伦敦。 志愿加入了英国新组建的特别行动局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据普奈尔介绍。 SOE,当时有规定。 不能把女性派到敌战区。 但是。 行动局成立了半年。 始终没能一位特工成功潜入敌区。 1941年。 霍尔回到法国。 公开身份是纽约邮报记者。 作为谍报人员。 他的存活机会是50分之50。 他的任务是组织抵抗纳粹行动。 高度危险。 他为此招募了一个当地妓院的老保。 一个性感迷人的女郎。 叫杰美恩。 30多岁。 此外。 他还招募了一个专制性病的医生。 这两个人成了护尔的左膀右臂。 杰美恩和他手下的姑娘们,会从德国客人那里刺探情报。 他们给这些客人下药。 然后乘他们昏睡时,把他们制服口袋里的重要文件拿出来拍照。 完了把情报交给弗吉尼亚。 他再传回伦敦。 他们设了安全屋。 在那里安置和照料,那些从敌人手中逃脱的抵抗力量战士和越狱的战俘。 还把飞机中弹后跳伞的友军飞行员救出来。 藏在安全屋。 再次机把他们送到西班牙。 一个地下网络逐渐成型。 成员包括铁道系统员工、政府官员。 还有各色各样为他们提供食物、汽油和药品的人。 他们组建的这个网络,后来成了秘密武装力量的核心。 没过多久,霍尔就完成了许多精彩的行动。 把纳粹监狱里的特工救出来。 还有炸桥毁路、伏击德军车队之类抵抗行动。 重要的是,做了这些让敌人暴跳如雷的事。 他还安然无恙。 这时,他在朋友和战友中,已经很有声望。 然后,德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个女间谍的存在。 知道他是个瘸腿妇人,霍尔走路时,必须十分谨慎。 尽可能不显露瘸拐。 他曾做过一件远近闻名的事,1942年11月。 他徒步翻越冰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 成功逃脱了纳粹的追捕。 而追捕他的盖是太保军官,正是臭名昭著的克劳斯巴比。 绰号里昂屠夫,因为他在法国里昂的监狱中,亲自对战俘实施酷刑折磨。 霍尔当时应该知道,有很多证据表明,纳粹对女球的折磨更凶才歹毒。 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放过。 令人发指。 他知道自己万一被纳粹抓住的后果。 英国情报当局,也深知霍尔的价值无与伦比。 一旦落入德国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命令他留在西班牙,不让他回法国。 但霍尔决议重返第一线,1944年又回到法国。 其实,法国已经全部沦陷。 霍尔当时已经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的特工。 OSS是中央情报局。 CIA的前身。 霍尔化名戴安娜。 伪装成一个年迈的农妇。 她的任务是帮助盟军,准备发动诺曼底登陆。 DJ-CIA档案文件显示。 霍尔参与了三个营的抵抗力量武装的训练。 指导他们跟德军打游击战。 同时收集和输送情报。 他当年的一张照片2006年解密公布。 现在挂在CIA总部墙上。 战后,霍尔因二战期间的出色工作,霍班杰出服役十字勋章。 成为当时唯一获此军功章的平民女性。 英国王室给她册封MBE爵位。 法国政府给她发了棕榈十字勋章。 这时的霍尔可以说环绕着荣誉的光环。 举世瞩目。 但她没有止步。 还是继续为CIA工作。 直到六十岁退休。 那是1966年。 普纳尔解释说, 霍尔不希望自己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另外, 传统保守类标准女性形象在战后一度成为主流。 而霍尔跟那种叙事, 完全格格不入。 1982年。 弗吉尼亚霍尔叙事。 依旧默默无闻。 最近几年。 历史学家们开始设法复原她传奇的一生。 这件事难度极大。 普纳尔说。 一部分是因为, 她生前绞尽脑脂为装自己。 普纳尔为写霍尔传记研究历史档案资料时。 经常觉得自己也不由自主参与了那种猫捉老鼠的活动。 即便是霍尔的传记作者, 也觉得她, 太难以捉摸了。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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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